面对刺刀扎身而是死不去,他是抗日战场上一个平民英雄。 历史会被尘封,但不会被掩盖,更不会被扭曲,老兵为你还原那些真实的罪行。 启曰无一,与子同袍,亡与兴师,修我歌谋,与子同仇,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的春秋战国,时就有了团结一致,舍生忘死,抗击外族侵略的精神。 这一份精神传承,到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依然在闪光,它激励着亿万人民与日寇决斗到底, 也补欲出数不清的平民英雄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老兵介绍了长城脚下的七勇士,日寇用铁丝穿透他们的锁骨,把他们捆绑起来,饿了四天后才处死。 同样在那个年代的北平,同样的长城脚下,在平谷的上安的村,也有一位平民英雄,史料中记载了他掩护乡亲, 面对日后的酷刑是死不屈的往事。 上安子位于平谷县东北宇兴隆县交界处,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,日寇占领北平后,在长城内外推行三光政策,制造无人区,上安子也没能幸免。 日寇宣布上安子位无人区后,当地群众并没有主动搬离家园,除了一股不屈服的精神,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, 因为搬走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田园、房屋,从一个主人变成一个奴隶。 但是日寇如何能容得了这种不听话的行为? 1942年2月28日上午,大批日寇进山讨伐,逼近上安子村,他们想用强制手段把群众赶走,以断绝他们跟抗日队伍的联系。 日寇来袭,村里的群众全都躲到了山里去,但他们也不想完全跟日寇闹翻,所以村里留下了六个人跟日本人交涉,这其中有五位行动不变的老人,而青壮年只有屈警方一人。 乡亲们逃离没多久,数十名日寇变封永进村,他们一看群众都跑光了,就抓住屈警方,逼问他抗日军队藏在哪里。 屈警方说不知道,日本人就拿木棍打他,就在那个时候,另有日后已经点燃了村里的一个草垛,大火燃烧后柴草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。 那个审问屈警方的日寇问他,什么在想?屈警方回答说,是烧柴火的声音,可是日本人硬说那草堆里有子弹,是抗日军队藏的,他们就把屈警方倒吊起来,有两个日后用船子粗的木棍击打,应要他说出抗日武中的下落,屈警方仍然不达日寇,丧心病狂的敌人便用刺刀往他身上乱扎, 只把他扎得全身流血,昏死过去。 等屈警方醒来后,日后又从村外抓了一个男人,在他面前砍头,想以此吓唬他,而屈警方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,坚持不达日后的任何问题,恼羞成怒的日后只好端起刺刀将他刺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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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